连晨美凤也出手救孙安佐,他心疼迪英透露现在掌握四大关键保证能打赢美国官司。 演艺圈大自大,迪英和孙鹏在美国念书的儿子,日前因为向同学警告5月1日不要来学校,扬言要扫射校园遭到美国警方逮捕, 让两人着急的就像热锅上的蚂蚁,各种爆料不断更让事情的严重性难以估计,有知情人士就透露,恐怖攻击这类的玩笑话在美国很严重,即使付出300万台币的保证金,也只是从这个监狱转移到另一个监狱,让飞往美国的迪英决定不要支付保证金, 不过现在传出,最快也要在两三天后,才可能见到儿子,曾经跨海打官司的陈美凤,就对此表示。 这次敌英儿子孙安佐,因为涉嫌计划恐攻被美国警方逮捕,知名鉴定专家李承宇则出面表示, 如果要救儿子出狱,一定要请一位郝律师,曾和前夫打了四年跨国官司的陈美凤,面对郝友这次深历险境,也分享自己的经验。 律师真的很重要。 据苹果日报报道,陈美凤透露,当初他先请了一位懂中文的法律顾问,在一起请美国当地的律师, 如此翻译传达想法,虽然难免有文化差异,但是只要克服这点,就比较能赢得官司。 图片来源,自由时报。 陈美凤表示,美国法官处理事情要清楚表达,不容许有模糊地带,因此一定要确定自己的中文意思和英文是一样的, 强调,律师的经验是很重要的,就算律师很厉害,碰到事情就是要去面对,给小孩伸心灵的支援, 我自己当时也是我自己要去面对,不过对于很多人认为,孙安佐玩笑开大了,或是暗指他是一类, 陈美凤也说,这次事件就像有人喜欢娃娃,有人喜欢建筑,他只是误采了美国人的地雷,但是绝对不是恐怖分子。 美凤子真的很心疼孙安佐呢? 陈美凤,台湾女演员,女歌手,主持人,作家,出生于台湾吉隆,泰北高中毕业。 出身秀场,曾演出多出台湾本土剧,媒体尝密称为台湾最美丽欧巴桑。